大家好,我是Chisha,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講回歐冠聯半準決賽的次回合 在星期四凌晨3時有曼城對王家馬得利 以後為大家送上相關精選數據 王家馬得利和曼城連續三屆都在歐冠聯淘汰賽相遇 近五次對決雙方共入23球,這是連埋加持 他們昆場入球數亦達到4.6個 在歐冠聯半準決賽首回合 夏蘭特及比零咸這隊前隊友一起現身 並遭到外界諷刺 據統計夏蘭特職業生涯三次面對王家馬得利 一共八次射門有六次射箭 但無一次能取得入球 所以王家馬得利成為夏蘭特在歐戰中 沒有入球場次最多的對手 至於比零咸,過去出戰五將降賽事都未能入球 入球效率下滑嚴重 至於過去十年闖入歐冠聯準決賽的次數方面 王家馬得利有八次,曼城有四次 但對於王馬不利的是 他們對市歐冠聯淘汰賽一共有十一次首回合 在主場與對手打和 其中只有兩次最終成功晉級 而曼城他們之前九次在歐戰淘汰賽首回合作客打和 以最後的結果都能成功晉級 戰果如三方面 預計曼城會二比二打和王家馬得利 敖爾貝 東幣 東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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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